據說川普的兒子跟他一個重要幕僚都反對 一個重要的金主跟這個他的兒子 都反對讓蓬佩奧回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們懷疑蓬佩奧有參與一些烏克蘭 這個軍援的一些利益 他鼓吹俄國戰爭繼續 他支持烏克蘭是有利益的 你當國務卿的時候 蓬佩奧你有公開說我支持台灣加入聯絡國嗎 沒有啊 支持台灣加入什麼什麼世貿 世界衛生組織 沒有 加入什麼什麼組織 沒有啊 他幫台灣講話的時機都是他已經沒有權力的時機了 他已經下台了 我們真的是千萬不能夠上當 我今天看到川普沒有宣布不用蓬佩奧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覺得大快人心 就是說他用人為衷 可能某方面也就是他希望他的路線 後面的人是能夠承接他路線的人 這個蓬佩奧這個 背骨的我幹嘛要他 背骨 那個尼克伊利跟我爭的我幹嘛要他 他就是擺明就是我不要 那方面來講就是蓬佩奧就是被奧著了 出局了 那我們這邊民進黨之前大張旗鼓 說最挺台灣的這個 這個什麼國務卿是不是 然後好像還給了他不少出場費 太多錢了 他受邀到高雄演講什麼 我覺得我聽說 我們政府也是給了他不少不少錢 是用什麼願景基金 當然都有瞑目嘛 對對對 你講到這個我想跟你分享一個笑話 就我們黨內有一位前輩 國民黨的前輩 非常討厭我們黨內的某個人 然後有一天他說 那個人要辦一個活動 聽說那個人要辦一個活動 他說那他要問清楚 那個活動的時間跟地點 為什麼 我專程 專程不要去 所以川普發那個 黨內有一個人說問了某一個人 你兩個人都不講 就是我說黨內有個長輩 他很討厭本黨的另外一位 一個人士 有一次 兩個不聚名的人 他討厭的那個人要辦一個活動 結果這個長輩特別去詢問 他是在什麼地方 什麼時間辦的 我以為他是要去 他說沒有我專程不要去 所以川普發這個 發這個X 說他不會任用蓬佩奧跟黑利 他專程告訴大家 他不用這兩個人 所以你剛剛講的沒錯 你不用就不用嘛 你何必特別發一個說 我很感謝他們過去對我的付出 但是我這次不會用他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笑話 我專程告訴全世界 我不用他 那當然這兩個都各有各的原因 那你總歸一句話 不夠忠誠 你說 Nikki Haley跟他 跟他初選過 然後 蓬佩奧一開始也想選 可是民調太低 其實一趴 他後來還背骨 說川普怎麼樣 最重要就是背骨兩個字 因為2020年 川普這個落選 他那一陣子走美運 國會暴動的一些爭議 蓬佩奧並沒有幫他講話 沒錯 然後甚至於到這次 也是很後期才表態支持川普 所以總統因素 這個川普是一個很會記恨的人 通常做生意成功的人都很會記仇 這個是一定 因為仗要算清楚 OK OK 所以川普是我們所知道的 他是擺明了要記仇給你看 然後他 像全世界公告他不用這兩個人 也就是讓全世界知道說 這兩個人以後 想要找關係 做什麼我們周邊的生意 什麼人都沒有 那因為 蓬佩奧有一個傳言 當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說 據說 川普的兒子 跟他一個重要幕僚都反對 金主 一個重要的金主 跟這個 他的兒子 都反對讓蓬佩奧回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們懷疑蓬佩奧有參與一些 烏克蘭 這個軍援的一些利益 就是說美國不是給 烏克蘭很多預算跟武器嗎 那據說蓬佩奧有一個公司 在參與其中的 蓬佩奧光明董事 所以簡單講就是 他鼓吹 俄國戰爭繼續 他支持烏克蘭 想要賺錢 是有利益的 就像我們台灣 很多人希望 希望跟大陸決議死戰 我們準備好戰爭了 就一問原來他們在背後 希望能夠發戰爭財 同樣的道理 所以蓬佩奧沒有被用 除了他個人的這個不夠忠誠 被鼓之外 還有這種利益問題 可是像這樣的人 如果是照川普的團隊 是不及格的 就被我們民進黨捧為上兵 對啊 每次來 蔡英文不但給他這個 最高榮譽的那個特種大壽勳章 然後他到所到之處 他到這個高雄到哪邊演講 然後自由時報什麼什麼 都特別的去捧他 大內宣一方 把他講的好像一副是 他是反中的這個大將 我就只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這些言論 在他當國務卿的時候 他沒有講 沒錯 然後他卸任以後 他那麼挺台灣 他甚至還說要支持台灣 獨立 要加入什麼聯合國 要加入什麼組織 請問你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你有講過一個字嗎 你當國務卿的時候 你有 蓬佩奧你有公開說 我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嗎 沒有啊 你有代表美國要求 這個你的這個 聯合國的官員去提案嗎 去支持台灣加入什麼什麼 什麼世貿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沒有 加入什麼什麼組織 沒有啊 所以 其實我們看起來 那個蓬佩奧是下台之後 他因為有參與一些 可能生意的問題 或者是剛剛講的 類似像 烏克蘭的這個軍火 軍火援助的問題 他有一些利益上的糾葛 突然姚聲一變 變成非常反中 而且非常的這個支持台灣 去對抗中國 那像這樣的 在台上都不講話 下台就 轉換一個樣子的人 其實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這樣的人表示 他突然轉變是有他的邏輯跟理由 一定是有什麼利益的問題 可是像這樣的人 我們蔡英文政府民進黨 把他奉為上兵 來這邊就給他最好的接待 然後讓他演講賺錢 然後我們還這個演講費等等 周邊的費用很多啊 我跟你說啊 這個捷克 這個美國 你不要看美國是民主國家 沒有錯 可是美國同時也是行之有年的 已經變成制度化了 就是卸任官員下來做生意的很多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一個真實的 就我們還在當政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民主黨重要的官員 這個有跟我們這個相關的外交人員要求 說能夠這個支持 某些計畫某些案子就直接講 他當時民主黨當政 當政 這個人後來也是赫赫有名 結果我方當然基於台美合作 也是答應了 可是像這樣案子不升美局 那你想在國民黨時代 在馬英九時代 已經有這樣子 直接跟你開口了 更何況是在民進黨時代 特別是民進黨用很多的 所謂的Lobby的預算 請了很多美國公安公司 然後直接跟這些不管是美國的議員 美國的政治人物接觸 一定是更多 那龐佩奧下台之後 包含最近來台灣出版新書那個博明 都是這樣的人物 就是你在川普的時候 然後當過關 下來之後不斷地去批判大陸 結果投這個民進黨所好 所以來台灣演講被封羅上兵 像這樣的人非常多 可是我要問的是說 我們台灣真的有因此獲利嗎 你說龐佩奧 他幫台灣講話的時機 都是他已經沒有權力的時機了 他已經下台了 那等於是 等於是你在扮演那種 這種叫別去死的角色嘛 你去打你去打 反正我聽你 你是誰啊 你已經沒有官位了 你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你一個字都不講 你現在變成要台灣跟大陸趕快衝突 我覺得像這樣的人我們真的是 千萬不能夠上當 可是我們民進黨都奉回上兵 所以我今天看到川普沒有宣布不用 不用龐佩奧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點覺得 有點爽 大快人心 因為我真的是看到這樣的政客 這樣的在美國的政府卸任之後 穿梭各個利益團體之間 然後到台灣來賣他的反中牌 就可以被奉無上兵 這樣的人如果再回到政府 保證嘴臉又不一樣 那我們台灣還花這麼多的資源去 去請他來嗎 不然那個博明也是一樣嘛 當然博明可能比龐佩奧好一點 但博明是因為以前在 在大陸當記者的時候 跟這個對大陸印象很差 所以他就成了一個 比較是屬於理念型的這種反中派 可是這樣的人也是所謂不夠務實嘛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人來台灣 不管講再多的話 一來他沒有官職 他也沒有資源 二來他講再多的話 也跟現實脫節 也可能跟川普上段之後 想要做的不一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們 花這麼多的資源去跟這些人互動 只是增加許多國人印象說 我們好像跟美國的這些政政人物 這些卸任的官員很好 可是對實質上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利益並沒有任何幫助 川普一般人是用人為財 川普他的這個好像是用人為忠 以誰對他忠誠為標準 這一次他的這個公佈的人選 他第一個公佈是他的這個幕僚長 對不對 是那個叫做什麼 蘇神 那個蘇神 冰山蘇神 冰山蘇神 那這一次這個媒體又報道出來 川普打算任命盧比奧 可能是國務卿 那這個Wells可能成為國安顧問 好那 這個盧比奧他是被這個 中國大陸制裁的人 之前他有發布關於新疆跟香港的一些言論 那旭成兄你怎麼看就是說川普他公佈的這一次這個 可能的這個內閣的人選 首先當然因為這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Rubio還是這個Waltz 都是所謂的爆派 對對對爆派 因為目前為止都是媒體的世術消息嘛 那以川普他過去用人習慣 也許到最後一刻都還有可能改變 但是因為這個 確實他曾經考慮過這個Rubio Rubio當他的副手 顯然他是對Rubio有相當的評價 而且也是跟這個現在的副手 這個Vance一樣 他其實是高度信任的這個終生代 所以我看好Rubio會出任重要職務 我本來就選前我就看好 那Rubio我們都蠻熟的嘛 因為他是一個有名的參議員 但也是屬於比較鷹派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如果Rubio出任美國的國務卿 他首要的任務絕對不是台灣 是烏克蘭 他是要解決幫川普跑的第一個戰 一定是烏克蘭 解決俄武戰爭 因為Rubio大家可能有印象 他是少數今年4月 他在這個眾議院投票反對美國 繼續經援烏克蘭 950億美元 15位投下反對票的共和黨參議員之一 他是15位反對的共和黨議員之一 然後最近他又講了很直白的話 他認為可能烏克蘭要承擔一些損失領土的代價 來談判 這等於就是把這個川普對俄國戰爭的一個底牌 其實已經先了一半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Rubio如果當國務卿 他首要的任務一定是處理俄國戰爭 而且可能也不會那麼快 第二個就是Rubio這個人選 雖然大家都說他很鷹派 確實他對中國大陸很強硬 但他也因為新疆跟香港的聲援 被制裁 但是他畢竟不同於 那個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Mike Pompeo 這個Pompeo 被認為是有這個利益的問題 所以沒有被川普考慮 另外或者是像那個博明 那個Partinger這種不務實的這個鷹派 所以我覺得Rubio是一個 這個可以重新觀察的一個角色 我認為川普的第二任的任期很簡單 第一個他會修正第一任期的一些問題 就是所謂的官僚的問題 他認為第一任他沒有辦法施展開來 是因為有這個所謂的deep state 就是所謂的深層政府 然後傳說他也要用那個 馬斯克來把一些公務員給裁掉 就是改變大幅改變深層政府 所以川普第二任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要改變他們政府的內部結構 第二個目標就是維持跟中國大陸的競爭 但是他的這個競爭方式跟拜登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要觀察是川普 大陸翻譯成特朗普 他的一個中心思想 我覺得Rubio他是來執行 川普的這個政策 所以我不覺得Rubio會有多大的個人的角色 當然他因為他的年輕跟他等於是共和黨的中生代 所以他當然也會賦予重任 但是他一定是執行 所以我說俄武戰爭是川普的 川普已經發下豪雨了 上任之後一天就要解決俄武戰爭 所以他一定 所以Rubio上任以後 所以Rubio他一定是以這個為優先 第二個我覺得Rubio不是那種不務實的這個鷹派 也不是那個有跟利益掛鉤的鷹派 所以他一定是處理的是執行川普的意志 那當然首要大陸可能要先解除對他的制裁 不然你沒辦法跟他互動嘛 他等於是川普首席的外交代表 就像現在的布林肯一樣 他是代表川普到世界各國去交涉嘛 所以像布林肯到大陸去 習近平也會見他 那你今天如果不解除對Rubio的制裁 Rubio到大陸去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這個我想是順勢啦 大陸應該也會因勢調整 但是我所要講是說 大家不能夠用Rubio過去鷹派的色彩 去推斷他上任之後的作為 他一定是在 完全是在川普要的這個 不然川普就把他FIRE了 川普是一個很容易FIRE的人 Rubio一定是執行川普的意志 而且Rubio目前的興趣 一定是在解決俄務戰爭 你想想看 一個新任國務卿 一上任就解決俄務戰爭 那也是一戰成名啊 那對這個 這個以後一定想選總統嘛 對Rubio來講 與其現在所謂的 對中鷹派的這個 這個舊的形象 他不如創造一個新的形象出來 所以我個人不覺得 我們要用過去Rubio的言行 來看他將來的角色 當然這個 未來他一定會扮演 繼續扮演對大陸比較強硬的 那個面向 不過一切都是會在執行 川普的意志 這是我個人的觀察 對 如果啦 如果真的 現在都是爆派 但是如果真的Rubio當國務卿 那就是 就如旭成兄講的 這個中國大陸對他的制裁 可能要 就是要調整一下 不然他沒有辦法 這個中美關係沒有辦法進展 這個是職務上的問題 再來就是說Rubio如果上任 那他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 二無戰爭 就是結束他 結束這個爛攤子 事實上Rubio在選前也已經表態了 那其實我個人想啊 就是說川普的這一任 他有沒有這種想法就是 他想要培養他的接班人 有 那比如說Vance 或者是這個Rubio 都是可能是川普路線的接班人 因為川普他 他也不能再選了嘛 他這是四年以後 他就沒有辦法再選了 但任何的政治人物 尤其像川普這一種 他當然希望他的這種 叫做他的路線 他的這種Legacy 能夠傳承下去 完全認同你的看法 所以也有可能Rubio 讓他上任 然後可能累積他一些政治資本 政治能量 那未來可能共和黨 共和黨其實共和黨內 川普也在共和黨內 把反專派都洗了一番了 現在就算共和黨 其實黨裡面還有派 共和黨就是等於是川普黨了 現在是這種感覺 那現在共和黨內 可能川普他也在黨內 培養自己的勢力 未來以後川普的路線繼續下去 有沒有這種 完全認同 其實我覺得捷克講的 就是未來美國十年的一個圖像 其實我在捷克節目講過 雖然很多人很討厭川普 我覺得倒有點甚至去醜化他 但是我經過這幾年的思考 我越來越認真的看待川普這個角色 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現在的 有一個重要的名詞叫川普主義 我之前在你節目也提過 我說其實川普 當時我們當然還不知道勝負 但是我說川普已經成功的定義了 這一場美國總統大選的議題 所有的議題都是川普在決定的 不管是移民 通膨 經濟 治安 還有讓美國再次偉大 這種喚醒的美國的底層 鐵鏽區 他包含他用VANS 這樣的一個作為 其實川普已經用他的 強烈的這個色彩定義了 整場選戰 所以我是比 我個人認為我是比很多的評論 更認真的看待川普這個角色 我個人不但認為川普他 這是可能勝出 而且我認為他的 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精神 川普主義 會貫徹到美國未來 甚至於四年八年 甚至於十年以上 所以所有以後繼承 川普要出來選下一任總統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總統 一生只能幹兩任嘛 修憲之後 那現在這個川普已經是第二任了 他二零二八之後 這個不可能再選 所以繼任者一定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台面上的這些中生代嘛 不管是副總統VANS 或者是這個Rubio 都有可能 那因為他們都一個四幾歲 一個五十歲嘛 都是很年輕的 也就是你剛剛講的川普 他要培植的 所謂的下一代的接班人 那我敢講到現在可以 他們兩位不可能去脫離 川普路線 對 川普主義很簡單嘛 就是讓美國再是偉大 各個面向不管是 這個走回所謂的孤立主義 保護主義 然後對這個 國際的參與的程度跟 跟這個民主黨有區別 然後比較著重在國內 甚至也希望去把總統的權力 再做一個重新的定義 以及這個在經濟上 使用的這個採型的 跟民主黨不一樣的政策 我覺得這都是川普主義 接下來會對美國的未來 發生一些影響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國父 國父